飞龙宝宝的注意力给吸引走了 这波火箭 这波火箭失误了 第一龙锁塔了 第一局的卡牌组合了 现在他们能用的卡组是 胖子卡组 天狗卡组 皇家巨人卡组 好的 这里是KOF的第一局 力量哥对战斗斗 一般在KOF当中 这三种类型的卡组 出场使用率就非常的高 而且皇家巨人卡组 在我们这个场联赛当中 登场次数是最高的 然后胜率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 对 然后双方机甲互换 桥头打架 对 这还是一个试探 我身上有点痒 连你劳我一下 我劳你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走吧 好 双方都不下牌 来 我很少见到 力量哥不下牌的时候啊 力量哥一般情况下 都是先手出牌的 对 好 飞龙宝宝 天狗 这边天狗放出来了 力量哥这里是一个 什么样的卡组呢 天狗互战 天狗类似吗 皇家巨人 皇家巨人 对 皇家巨人在打天狗的话 是必须要和天狗进行一个换加的 就换路打 换路打 这边皇家巨人已经开了 好像第五炮了 六炮 逗逗这里没办法 狗球 力量哥这里 机甲能不能捞一下 一下 两下弹开 一个气球 气球 这里还有一身血球 双方都带了血球 这个气球是没有砸到了 就很尴尬了 这一波交换之后 力量哥这里就处于一个优势的情况 但是狗球 狗球的话 在双倍当中 又会处于一个优势 非常可怕的一个组合 就看力量哥在双倍时间段 能不能守住 痘痘的一波狗球的进攻了 对 现在力量哥 应该也是在思考 这里盾牌 盾牌兵 天狗 这边痘痘也下了 这盾牌兵应该是不会再管了 这盾牌兵伤害量有点高 黄家巨人要换路吗 这一波力量哥决定先防守 看看痘痘带的是什么法术牌 大伞 我以为刚才那个电法被批掉了 吓我一下 好 这里再一个大伞还回去 气球换落 但是有机甲的呀 雪球要跟上吗 弹开 复杂的话有一下气球 有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自爆应该是 但目前情况下时间所剩无几 力量哥这里的卡组是处于一个 目前来看是一个 直接桥头天狗 直接进行一个换路 但是这个锅炉好像坐的位置不太对 飞龙宝宝去喷 飞龙宝宝去喷了另外一个飞龙宝宝 好 这个气球看能不能进去电法踩吗 雪球先弹开 还有十秒钟 这一个气球直接被弹到了锅炉那里 这个气球能进 哎 这锅炉再一个缓了 还有一秒钟 好 好 恭喜力量哥拿下本局 战争 黄色战争这款游戏三年多了嘛 卡组的卡牌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玩法就是说一些娱乐性的玩法也更加的新颖 就卡组的搭配 卡组之间的克制关系就更加到位了 对 这边力量哥先放了一个滚筒 不过陈这边机甲是没让滚筒接近送的他 力量哥这里应该是个毒矿 陈这里估计是皇家巨人卡组了 哎 现在就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小蝙蝠 这个小蝙蝠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雪球果断 砸掉 沉这边是放了皇家巨人啊 这波沉底皇家巨人就打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皇家巨人在桥头的时候 我后面能有费用去出一些生活牌 跟一些后续的部队 就看力量哥这里一个建筑物带的是什么 哦 迫击炮卡组 哇 沉这里打得有点太犹豫 刚才是卡掉了一费的胜水优势 这个大闪 这个大闪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这个大闪批的 这个有一炮吗 一下 一下 一下还好 飞龙 哇 你两个这里的费用上有点亏了呀 有点劣势 好 机甲挡一波 还好沉这里去下来一个机甲 就费用的话双方又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但是沉这边还有两张牌没有出过 比较神秘啊 不神秘啊 沉最后两张牌的话应该有一个电法 好 踩 沉最后一张牌看他带的是一个雪球 还是带着一个滚筒 电法刚刚Q了一下小公主塔 但他还是带着一个标准的皇家巨人卡组 海极炮有一下 这样飞龙宝宝也能蹭一下塔 放弓挡一下 双倍胜水时间到了 沉这里还是只有坐锅炉 然后火球砸吗 这不不敢砸了呀 第两个这里 再砸一个火球的话 费用上差距太大了 沉这里只有沉底皇家巨人 这波火球还扎过去 滚筒 交 绿林团火 沉底 迫击炮进行一个拉扯 后面是沉的大部队 这波迫击炮放的位置特别好 就想避一个大闪 火球过出来 直接带走了皇家巨人 再跟一个皇家巨人 这是刚才费用上的一个劣势 看皇家巨人能打几下 能有一下吗 打不出一下 蒼蝇海的输出太高了 刚才 那这样的话双方又要进入到 架势在当中 KOF是算血量的 陈目前是处于一个劣势状态 这个电阀火球砸得非常的快 锁塔了吗没有 皇家巨人还是要面对这个海击炮 还是锁到了多珠塔 刚才皇家巨人下的速度太慢了 放弓去抢血 盾牌没有抓住 皇家巨人开出了一炮 皇家巨人打了一下 盾牌兵和飞龙宝宝一直在前进 好 盾牌挡 滚筒挡一下 海击炮再拉 电法 皇家巨人还好挺快的 这边 但是这一波大亡灵你怎么处理 锅炉一下两下 但是锅炉又被拆掉了 矿工在跟上了 沉这里 沉这个台被 骷髅盾牌给阻挡住了 沉这里无赖的摇摇头 他现在基本是进入了一个力量哥的一个节奏状态 海击炮电法又踩吗 还有只有下皇家巨人去挡火球 把电法秒掉 黄家巨人又在跟进 在打这个迫击炮 好 矿工能不能抓住 没抓住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还剩下四滴 好 火球最后进行一个展伤 好 那么让我们恭喜力量哥 力量哥依然沉稳 多的 对 两个人也是一个部落的嘛 好 就要看双方到底会使用一个怎样的卡组 看谁先出卡牌 好 双方现在都比较沉稳 一个滚筒 力量哥这边 力量哥这里基本是一个 力量哥所有的对局当中 后手出牌的 概率很低 而且第一手很爱出滚筒 对 影蜘蛛这里放了一个天狗套路 这个机甲要被 哇 被小蝙蝠吃死了 力量哥直接一波换落 因为刚才盾牌交过了 影蜘蛛这一波怎么去放手 能冲到宫主塔上 因为影蜘蛛这里没有一个地面单位了 这很伤啊 只剩下516的血量了 有工作 力量哥这里还带了一手吹剑 吹剑 因为影蜘蛛这一局的话 带滚木的卡组很小 但是这一个 但是这一波矿工和小天狗的输出很多 小蝙蝠马上出场 哇 双方一波互换 但是这样渗水方面的话 影蜘蛛还处于一个优势状态 优势当中 他影蜘蛛这里知道力量哥 有一个王子的情况下 他盾牌肯定是不会去随意乱交了 这波直接矿工卖掉 这种公主塔我不要了 不要了 力量哥立了一个迫击炮 这个矿工还 还不够 还剩下一点 这个矿工还没有铲掉 那就有点难受了 而且这个机甲还没有被公主塔打到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上的操作 火箭的费用憋不出来 那这个天狗要蹭到公主塔上了 力量哥估计也要把这座公主塔放掉了 但是迫击炮打残局的话 是烈士情况 这就很尴尬了 滚头先滚掉 小蝙蝠矿工穿 直接跟一波毒药 毒药 这个王子也活不下来了 好 机甲把迫击炮捞掉一下 应该可以带走 这个迫击炮打的伤害有点高啊 矿工穿斩杀 一下 两下 可以的 这里顶天狗 中智天狗 地狱龙 还好这个铜 把那一个飞龙宝宝宝 飞龙宝宝的队力给吸引走了 那这波火箭 哇 这火箭失误了 地狱龙锁塔了 地狱龙的伤害实在是爆炸呀 力量哥这一波失误太大了 力量哥也是挠了挠头 就没办法 地狱龙再吸一下 那猪塔可能也要没了 让我们恭喜影子猪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对 刚刚最后 最后力量哥的那个大火箭的失误 火箭失误 让我意想不到啊 让我实在是没想到他会犯这样的错误 就火箭不失误的话 这座塔是不会 第一次碰面 00后啊 事不可挡 是一个00后 对00后 确实长江后浪推前浪 看看这一浪 把影子猪能否拍在沙滩上 没有 他俩都是前浪 只是说我影子猪 比你提前先来一周罢了 对 就是我们的选手数据对比 影子猪这边啊 虽然也是新人 但是比势不可挡啊 稍微老一点点的新人 对 因为上周影子猪是1v1获胜的 而且KOF一穿三 所以他的胜率相对较高的一点 是很正常的 事不可挡刚才只是进行的一场1v1 但是无奈0比2败下阵来 基本上 呃 事不可挡这边全是用的中费的卡牌啊 对 他用了一盘皇家巨人卡组 嗯 那就看这一场 嗯 影子猪 胜还是事不可挡胜了 对 现在双方还都在进行着卡牌的调整 好 好 影子猪还在疯狂的调牌当中 主卡倒计时已经到了 好 裁判是影子猪不准再调牌了 就是你现在当前的卡组了 好的 影子猪对战 事不可挡 马上开始 我觉得双方可能会狗一下 估计双方又是一个天狗内战的一个套路 事不可挡这里先出了一个矿工 小苍蝇把他矿工抓住 好 矿工只铲除了两下 事不可挡这边放下飞龙宝宝 好 电法 电法把飞龙吃掉 诶 这里用幻次去挡了一下 保了一手电法 好 滚木提前做一下 没有滚到公主塔上 好 电法电了一下公主塔 可还行 影蜘蛛这里是 影蜘蛛的卡牌组合的核心可能是什么呢 攻城锤换落 影蜘蛛这里是一个大皮卡的套路 这个能冲到公主塔上 那事不可挡 它的卡组是一个优势卡组 大皮卡打天狗是不好打的 这边天狗过去了 影蜘蛛怎么样去解掉这个天狗呢 影蜘蛛这里是处理这个天狗非常难受 他直接大皮卡换落 无药了是不是 地狱龙直接吸掉 电法赶紧干 这个就有点克制了 这是大皮卡打天狗是不好打的 电法打 换次向前冲 但是应该倒不倒 这个换次 这个冲再冲起来了 可还行 但是这一波飞龙宝宝顶住 飞龙带了一手万剑 但是这个地狱龙怎么办 地狱龙再没办法去打断了呀 小苍蝇 小苍蝇比较豪解了 一个大雪球 好像势不可挡 这里是一个 圣水上是一个优势 优势 而且卡牌组合 稍微能克制到影蜘蛛这边 而且天狗又是 比较天生克制大皮卡的 影蜘蛛看能否用这个烈士卡组 打出一波效果 影蜘蛛这边还是 影蜘蛛只有疯狂地去和天狗 进行一个换动 就攻城锤去冲出一个奇迹 大皮卡直接进行一个桥头 去挡一个伤害 电法往前面挡住 但是这一个 地狱龙没办法去解掉 但是这两个黄毛要破塔了吗 过去了 刺客往前面拖 挡住这个地狱龙 挡住这个飞龙宝宝 但这个地狱龙怎么解 你如果用电法去踩了这个地狱龙的话 这个飞龙宝宝又解不了了呀 现在影蜘蛛的右路公主塔 被搬掉了 就没办法 影蜘蛛这里的卡组是天生被克制 影蜘蛛这打已经打得挺好了 他攻城锤成底 然后再加上一个桥头大皮卡 他是想去进行一个输死一搏 但无赖卡组被抓住了 就非常难受了 好 那最后还剩下5秒钟 还是让我们恭喜NOWA 新人势不可挡 好 恭喜NOWA 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对 刚刚最后两个新人的对决 也显示出了两个战队 对于新鲜事物的这样的一个接受 和对于自己状态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样的对决 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最主要还是最后的ROVA 这里抓卡组抓得非常的到位 嗯 是不可挡这里运营了天狗 但其实影蜘蛛这里 他之前也有用过天狗的 嗯 其实就应该打一个天狗的内战 对 可以 双方都用天狗吗 来PK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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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